今天這期影片 我會教你如何利用看法給影片上字幕 非常簡單 看完這期影片你就能夠學會 Hello 大家好 歡迎畫畫片 我是 Grayson 如果想通過Youtube頻道 在網上導致自己的個人品牌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是完全沒費的 在底下的描述欄 也能夠找到很多精英度頻道的使用工具 現在回到的看法首頁 我們需要找到影片選項 在這裡才能夠開啟影片的剪輯器 我們選擇這個模板 1920像素x1080像素 然後我們需要導入我們的影片 這裡我已經導錄了我的影片 如果你想要導入 你可以選擇這裡上傳媒體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錄製你的屏幕 當你選擇錄製自己 你電腦攝像頭就會自動打開 你就可以開始錄製你自己 這裡我就拖錄我的影片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始上注目 我們需要一句話一句話去聽 然後把它文字寫出來 我們先聽第一句話 這次影片我也教你 現在我就可以加入文字 首先我點擊這個文字選項 然後選擇新增標題 然後移動到合適的位置 然後把剛才第一句話輸入進去 然後你可以修改文字的字型 然後可以適當縮小文字的大小 然後再移動到合適的位置 然後我可以修改文字的樣式 我選擇這個文字 然後選擇效果 在這裡選擇粗鞘 把偏移調到0 然後可以調整一下文字邊框粗細 然後可以調整一下文字的顏色 像我就做好了第一句話的字幕 然後我需要把這個素材分開 我選擇這個素材 然後右肌 這裡選擇分割 這樣我就分割好了第一句話的素材 然後就可以接著聽第二句話 然後就可以添加第二句話的文字 之後同樣的分割這個素材 右肌 選擇分割 然後接下去聽第三句話 非常簡單 然後再輸入新的文字 再繼續分割這個素材 再加下去聽下一句話 看完這期影片也就能夠學會 把最後一句話的文字也輸入進去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從頭開始觀看這部影片 去檢查一下有沒有錯誤 所以這期影片我也教你如何利用看法 給影片上字幕 非常簡單 看完這期影片也就能夠學會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 在每一段影片之間 連接的部分 轉換的會有不自然 這可能是因為Canva正在渲染 所以才會出現這個問題 當你下載之後 並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可以點擊用上角下載 選擇MP4格式 選擇所有的頁面 點擊下載 現在我們來播放一下 我們導出的影片 今天這期影片 我也教你如何利用Canva 給影片上字幕 非常簡單 看完這期影片也就能夠學會 大家覺得這個上字幕的方法怎麼樣 大家有什麼想法 也可以在陪著去告訴我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Canva的教程 可以去看我這些影片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點個讚 如果你還想了解更多關於Canva YouTube的內容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和我更多互動 可以關注IG 在底下描述完 也能夠找到很多 經濟率平常使用工具 那麼下次見 掰掰